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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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哈哈哈 因为比较简单 比我的手指比较友好 在动画《飞哥与小婆》里面 说实话 在开始完成模组之前 我以为这个模组肯定和其他的侧外模组一样 特别特别的难 不过 玩了之后才发现 其实也不会那么难 虽然有时候会有点快 但整体来说 还可以接手 哈哈 难道我做变强了 不会是我的错觉吧 哦 我会过来了 哥斯湾就想打我的脸吗 诶 后出剑的话 哇 这段好人啊 诶 有点破 慢一点啊 什么鬼 又开枪了 编写 弖写 弗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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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什么鬼 又开枪了 啊 直接不见了 BF你这个混蛋 好吧 接下来我们再来玩另一个错话模组 错话 图马斯小火车 不过他们唱的却是 错话小马紫月的那首歌 该死了 这个黑色的是谁呀 屁旁边的这个小火车又是谁 他身上写着9号 好吧 我真的不认识 我以后只是 图马斯 出现了 果然是错话的图马斯 马斯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 它是一辆蓝色的 蒸汽小火车 虽然换人唱了 但是这舞歌就是那么的好听 什么情况 有一辆新的小火车出现了 BB还坐了上去 好搞笑 这个设定鼓作 箭头也变成了粉丝 胖胖 好有爱啊 开始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了 不过为什么台湾也会嘴巴扒 开始了 当秋千时间到了 我真的超喜欢这一段 很有童年的感觉 哇 好欢乐啊 哎 感觉不妙啊 哈哈 好吧 原来是虚惊一场 哎 什么鬼 开始发生子弹了 哇 小心 又要被击中了 又开始了 哎呀 天哪 刚才好多镜头啊 哦 好吧 刚刚那一下真的太吓人了 差一天没缓过来 哎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样舒缓的节奏 哈哈哈哈 我都不说这个模组改变得真的很不错 可能唯一的缺点就是小火车的模型制作的太坚弱了 如果能把他们的位置都再精进一点 这个模组真的就完美了 哎 又要干嘛 前方高能 哇 这个变得很红色 我希望视频快要结束了 O1也回来了 视频就要开爆了 啊哈哈 这台大炮也太随意了吧 差评 好吧 结束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加速藏 那么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